台立法机构15号总质询时 7名蓝绿民带应唱名未到 被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没收质询权 绿营民带群情激愤 要求韩国瑜再给质询机会 然而22号却有多名绿营民带 自行放弃口头质询 改成了书面质询 这让蓝营民带讽刺 这些民进党籍民带都是绿色巨英 台立法机构会议韩国瑜一一唱名 但多名绿营民带不见人影 因为他们全都主动放弃口头质询 改成书面质询 民进党立委呼天喊地 叫韩国瑜还我质询权 可是现在你自己今天就7个立委 放弃口头质询权 那请问你到底在前面喊的 那么大声是喊什么呢 罗志强质疑 民进党当天上午还有甲级动员 等于所有绿营民带 都有到台立法机构 既然如此在意口头质询权 有何理由改成书面质询 那针对罗志强委员 我认为是说 不管我是要当面质询 还是说面质询 其实都不关你的事 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 因为要为了要作秀 为了要拍抖音 所以需要有这个画面 对于黄杰这番话 台媒质疑 作秀的究竟是谁 此前的3月15号 韩国瑜主持台立法机构会议 因为欺民民带唱名味道场 提早结束了当天的会议 当时绿营民带一群人 拿着手板跑到韩国瑜办公室抗议 用7分钟主持院会摸收了大家的质询之后就离开了 讽刺的是 当时在现场抗议的民进党及民带郭国文 赖会员林楚音 正是此次改书面质询的其中三人 书面质询至少我有质询了 像上个礼拜五被韩国瑜这样恶搞 没收 那我就连质询都没有了 上次那八个民进党的八巨婴里面 就是被这个嗜同弃权的八巨婴 他们三个就在前面里面 今天又来一次 今天我觉得立法院的异常 刚好就是一个照妖禁 民进党反而是阉割自己的权利 无论是缩短质询的时间或放弃质询 所以做这样的说法其实是非常可笑 上个星期绿营民带高喊还我质询权 如今可以口头质询 却又要改书面 矛盾操作让蓝银痛批 全是绿色巨婴